每个国家的喜剧电视剧都有自己的特色 韩国喜剧电视剧特别擅长家庭喜剧 一些好看的搞笑韩剧更是掀起了收拾热潮 你觉得最搞笑的韩剧是哪部呢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 韩国最经典十大喜剧电视剧如搞笑一家人 住在清潭洞心里的声音顺风复展客等等 这些带给大家无数笑声的韩剧你都看过吗 韩国最经典十大喜剧电视剧排行榜一 搞笑一家人无法阻挡的high kick韩国 NBC电视台制作播出的167集喜剧电视剧 该剧由金炳旭导演指导 李顺在罗文基正俊和丁一宇朴海美金会星 朴敏英崔敏勇金范徐敏靖深志等人主演 于2006年11月6日开播 该剧讲述了住在韩国首都首尔 黑石洞的李顺才一家搞笑的日常生活 而住在清潭洞 住在清潭洞是韩国JTBC 电视台于2011年12月5日播出的《情景日日喜剧》 由金西允林贤旭李尚美指导 朴慧英编剧金会子吴志恩 金显佑李香叶等人主演 该剧讲述了住在首尔清潭洞最破旧 楼房里的一家人和房客们的故事 清潭洞是韩国首尔真是江南区著名的富人区 这里居住着无数上流社会的富豪商人 顶级明星等故事讲述的就是惠子这家原本居住 在小城市的穷人搬到首尔市清潭洞之后的故事 故事的主要发生场所是惠子的漫画 三 心里的声音 心里的声音是韩国KBS 电视台于2016年制作的一部情景喜剧 由何秉勋指导 李光珠正宿敏金炳玉金美精金大明主演 该剧改编自韩国漫画家赵石的网络漫画 心里的声音主要讲述了立志成为漫画家的 肇事与家人之间温馨搞笑的生活故事 2016年11月7日起该剧先通过 never tv cast 搜狐视频公开10集网络先行版 12月9日起韩国KBS电视台播出5集电视 加长版 四顺丰富产科顺丰富产科是sbs电视台 于1998年出品的韩国长篇情景喜剧 由吴志明和金炳旭共同指导 吴志明金灿宇 宋慧桥李泰兰金素颜等联合主演 该剧以妇产科生活为主题 生动描述了韩国人的生活风貌和幽默的天性 该片是韩国极受欢迎的家庭喜剧 以院长吴志明的家人与亲临之间的日常生活力 用快节奏的喜剧方式来描述 家庭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韩国喜剧之王吴志明先生与一流演员们 将带电视观众进入笑破肚子的喜剧世界 本剧用六位喜剧作家轮流写稿而消除 那喜剧变到后来故事换汤不换药的缺点 吴金科长金科长是韩国KBS电视台语 2017年1月25日起播出的水木之场喜剧 由李在勋指导朴仔犯编剧 南宫民南向美里俊浩郑慧星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了信奉原则主义 的会计师入职某公司担任课长后 于公司内的恶势力对抗守护公司的故事 讲述了会计师金成龙任职某公司担任课长 为坚持原则不惜与他人抗争的故事 6加油吧微鸡鸡加油吧微鸡鸡是韩国 JTBC有限电视台于2018年2月5日起在月火荡 播出的喜剧 由李长民指导金几号编剧 金正贤李一更孙承源郑仁仙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了梦想成为电影导演的倒霉 鬼东九机智满分的生技型演员俊姬 以及半个午夜游民的自由编剧斗志 三个年轻人在面临人生危机之际 在民宿危机机中所发生的故事 奇可爱先生 可爱先生 是尹熙湖指导的韩国现代喜剧 由金民忠金喜山等参加演出 该剧讲述了一个充满理想与报复的年轻人 在充满尔虞我诈的职场上 所发生的种种故事 走在时代尖端的服装设计师韩海院 金喜山主演 和富有正义感的开发部企划李江图 金民忠饰演 以及一群在人世斗争下背 冷冻的罗罗服装公司边缘员工 在面对经营不善 保藏私心又想抢夺公司经营权的恶势力 八 洗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 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是 韩国KBS电视台于1995年 11月18日起播出周末连续剧 由郑仪勇导演金秀贤编剧 李顺仔将父子张勇高斗心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在首尔变头里 双门洞运营30年历史的 澡堂的固执的金福桶爷爷何在 澡堂建筑里生活的三代大家族生活 生活在矛盾和和解中度过 渐渐了解了家族和爱的意义 酒穿透屋顶的嗨梯 穿透屋顶的嗨梯 是2009年9月7日起 在韩国NBC电视台播出的家庭爱情喜剧 由金秉叙金英姬曹灿助导演联合指导 由李顺才金子玉无贤庆崔丹尼尔 黄正音身世经尹诗云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当刚从乡下来到首尔的两姐妹 入住到李顺才一家人的家庭 后所发生的各种有趣的故事 使越看越撒娇满分 越看越撒娇满分 又名越看越可爱 是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韩国家庭情景喜剧电视剧 该剧由史华庆指导演员意义志愿崔如真 金生珠李奎汉等连媒演出 故事已在丈夫李家出走后独自将 三个女儿抚养成人的金奖母亲宋玉书 和时隔15年后这脸皮出现的父亲临合龙围中心 讲述了三个女儿与周围 男孩们之间喜怒哀乐的故事